明天開幕的迪士尼樂園繼續舉行慶祝活動 代為問責官員和立法會議員都度樂園試玩部分的設施 洪議文現在就在樂園裡面的 Hello 洪議文 對於近日對迪士尼的批評 議員和官員有什麼回應呢 在有來試玩的立法會議員就批評 迪士尼兩次不准許食環處的督察入園裡面巡查 做法是不可以容忍的 財政司司長唐英明也都重申 沒有人可以凌駕在法律之上 不過相信迪士尼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迪士尼卡通人物主角米奇換了一個新形象 裝扮成太空人 為機動遊戲飛越太空山主持樂成典禮 迪士尼今天邀請了近一萬人入場 參加慶祝活動同時玩遊戲 不過問責官員要玩都照樣要排長龍 開幕當時可能有些問題慢慢要解決 我有信心開幕之後慢慢很多問題都會解決 對迪士尼兩次要求入內巡查的食環處督察 要除毛和襟章 由立法會議員認為不能夠容忍 沒有人可以是要求我們特區政府的執法人員做這些事 我想只是道歉是不夠的 迪士尼已經是公開作出道歉 並且他們是會得嚴肅處理這件事 我相信他們是會檢討內部的運作程序之後 是應該不會再發生的 在香港米奇老鼠 唐龍 全部都要守香港的法律 我相信他們都學得很快 他們都會守法 至於市民批評樂園面積少 他說發展要有一個過程 其實在樂園開幕之前的一天 仍然有機動遊戲是出現燈光問題的故障 不過迪士尼就說只是屬於小問題 也有信心明天樂園開幕的過程是會很暢順的 報道是這麼多 先將時間交給王章橋 謝謝洪二汶